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砍建财经 我们今天来砍一砍 货币资金209亿 低位增发49亿 不缺钱360 到底差不差钱 赚钱是结果 但不是企业唯一的出发点 周鸿一 当钱赚到足够多的时候 社会责任就成为了企业和创始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为能力越强 责任就越大 过去的几年里 周鸿一变得平和了很多 平和的背后是岁月的渐涨带来的沉淀 是一家企业做大之后整多人该有的气质 周鸿一曾经说过 对我们这样有一定规模的互联网公司来说 不应当膨胀 不应当浮躁 所以要给自己泼泼冰水 但有时候冰水泼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 1月28日 在极客公园创新大会上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一表示 前几年做安全真的不赚钱 他们一年的收入甚至都不如一款游戏收入 所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 普遍都不大 前几年我通过互联网模式挣了钱 这两年我现在也在转换商业模式 赚了钱却回馈社会 这是一个企业家高尚的品德 面对镜头 周鸿一不止一字的说过 一个企业之所以伟大 不是在于你赚了多少钱 因为我见过很多赚钱 很多也很牛的企业 突然也就说没就没了 大家也不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 我们觉得一个企业使命最重要的是 你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企业 你能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认为你就能屹立不倒 因为赚钱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转换 商业模式的转换我不太懂 但一家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很能赚钱的企业 我认为企业的责任 首先在于增加了就业岗位 缴纳了更多的税收 其次才是自我实践 才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且越伟大的企业越显得低调 2020年1月 周鸿一曾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免财券 并声称这是年会的特等奖 等同于免死金牌 实现期限是一年 后来消息在网上发酵之后 引来了无数网友对周鸿一的口诛笔伐 也许是怕事情越闹越大 360官方很快给出回应 声称360没有裁阅计划 这只是周鸿一自己在朋友圈的玩笑 玩笑的界限彰显企业家的高度 实际上360这几年并不很轻松 2016年7月16日 周鸿一联合中信国安 金砖思路资本 红杉资本中国 太康人寿 平安保险 阳光保险 New China Capital 华台瑞联和华生Capital 成功将旗鼓360私有化 退市时 360的市值为93亿美元 在回归A股的路上 360也曾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金钱和时间 等待是漫长的 也是痛苦的 为了私有化 周鸿一曾自曝借了很多钱 360借壳上市之后 大股东的股权质押 也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接受吴小波采访时 吴小波曾经问过周鸿一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美国市场更理解360 还是A股更理解360 当时周鸿一的回答是 美国的资本市场 也许在一段时间 他不一定看得懂你 但长期来看 他的市场 还是比较理性的 所以 他也能容忍公司做长期的投入 只要你能给出一个理由 我们A股市场 相对来说更传统一些 他希望 你企业永远是盈利的 我们回来 还是因为身份的原因 2018年2月28日 七股360借客江南佳节 成功登陆A股市场 A股也给予了它4400亿的市值 约合681亿美元 足足比美股多了7倍还多 周鸿一的身价 也一举突破900亿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下跌的日子则是漫长的 登陆A股三个月后 360一举增发了63.3亿股 募资超过了500亿 对于大额定增市场的第一反应 就是跌 其后的三年中 360一路漫漫雄土 市值仅剩1159亿元 较上市时跌去了3241亿 1月29日 360发布了业绩预检公告 公告显示 360预计2020年全年净利润为 28.20亿元至33.20亿元 同比降低约44%至53% 不仅如此 按照360上市时对赌协议 360全资控股子公司 360科技要在2017年至2020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22亿元 29亿元 38亿元 41.5亿元 按照今年360过去三年的业绩 2020年还需要完成28.64亿美元的扣非净利 才能完成目标 按照360此次公告 2020年扣非净利25.1亿至31.1亿元 其能否完成对赌协议仍存在不确定性 当然除了业绩对赌之外 360的低位定增 三月份的巨额解禁 以及控股股东的高比例质押 也是选在360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鉴 1月5日 360发布公告称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17家发行对象发行3.81亿股 每股定价为12.93亿元 募集资金49.3亿元 据了解 本次募资耗费时间共两年 募资金额也比原来少了一半 查阅其财报我们还发现 截至2020年三季度 360账面货币资金为209.6亿元 也就是说360本身并不缺钱 除了大额的定增之外 我们发现360控股股东 天津其性制成科技有限公司 质押32.97亿股 比例为100% 占总股本的46.14%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公司控股股东资金面 其实并不轻松 市场是最好的裁判 360好不好 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也许就像周鸿一说的那样 只要做了一件对用户 对老百姓 对国家 对社会 对其他人有利的事情 你总会有方法找到挣钱的机会